范迪纲电台训 即使在艰难时刻 也不能利用天主和他人来保护自己 教宗方济各2月3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《清晨弥撒》讲道中 如此讲调 此外 教宗还评论达卫王 面对儿子背叛时的态度 勉励众人始终要选择信任天主的道路 教宗解释达卫面对儿子阿卫沙龙 背叛时的三种态度 第一 不把天主和我们的归属当作谈判的筹码 第二 接受惩罚 痛哭我们的过失 第三 不要凭着自己的双手寻求报复 而要信赖天主 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向达位祈求 愿他能在我们生活不顺遂时 教导我们秉持这些态度